我给他花上几百万 最后落来我不配他 如果抱一下你 他说我不配 他打赏他愿意跟我帅啊 他说我就希望你做得好一点 我也不从业什么 那你想想那一个男人 你不跟他出朋友 他为何跟你刷那么多东西啊 那你也要想想一个男的 就是说话说 伤伤老这么恐慌的 谁能跟他出家 疯狂打赏于主播三百万 只求能抱一抱对方 不料女主播却说 你不配 张瑞强是家驻杭州的一位商人 前一段时间他向记者求助 希望他们能够介入一起感情诈骗案 让某个网络女主播 将欠自己的三百多万全部还回来 见面以后张瑞强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他明确表示自己在两年的时间内 前前后后给一个叫做小雨的女主播 搭赏了三百多万元 还有一些是私下转账和其他的消费 本以为两个人已经变成男女朋友了 可谁也没想到 这个叫做小雨的女主播 从一开始就是在欺骗他 前一段时间他赶往小雨的老家哈尔滨 见到了对方 本想了一块吃顿饭 然后再顺利成章地表达自己的爱意 可当张瑞强酒气上来 想要拥抱一下旁边的小雨之时 他却被对方一顿暴打 当时的小雨态度显得格外的激烈 他不但一直推着张瑞强 而且还大骂他是一个臭流氓 引得周围的路人全部过来围观 甚至有人想要帮小雨打报警电话 看着事情闹大以后小雨才和周围的路人解释了一下 然后扭头就走 在这个过程中 他用自己手里的手机狠狠砸了张瑞强的头 导致他身受重伤被送到了医院之中 面对着这一次的流氓事件 张瑞强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 在这之后小雨不愿意再大理他 而且还明确表示自己对张瑞强从一开始就没有那种心思 甚至在背地里面嘲笑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我给他花上几百万 最后烙来我不配他 如果抱一下你 他说我不配 他就说老娘花你的钱给我钱人有花 大哥打赏女主播三百万 见面想抱抱却遭报答 最后结果让人发笑 面对着小雨的说法 张瑞强感到非常的悲痛 在回顾了两个人的相识经过 以及自己每一次的转账记录以后 张瑞强惊讶地发现 他一开始就掉入了这个女主播为他编造的陷阱之中 现在他没有别的要求 只希望这个女主播能够把自己打赏的三百万元全部拿回来 就算是退掉一半也可以 然而在他提出这个要求以后 却被这个女主播直接拉黑 对方甚至在最后痛骂张瑞强竟然没有钱就不要出来撞大哥 据张瑞强所说他认识小雨是一个偶然的奇迹 当时的他沉迷于看网络直播 进入那些漂亮女主播的房间 就忍不住总是会给他们刷一些钱 小雨和其他的大主播完全不同 面对张瑞强的消费 他不但在那里一直说好话 而且还向张瑞强诉说了一个凄惨的身世 据小雨所说他一直没有男朋友 因为他们家在村子里面人叮叫少 所以一直受到其他人的欺负 之所以出来做网络直播给大哥们看 主要是想要多挣一些钱去孝顺自己的父亲和母亲 一直在外打拼的张瑞强清楚地知道小雨的不意 想想自己身上的发家历史 她对这个女孩瞬间多了几分同情和亲近 在这之后 小雨又引诱张瑞强 让她关注自己的直播间 每一次开播之前 她总是在私下告诉张瑞强一声 就这样两个人变得越来越熟悉 有的时候小雨的直播间里面没有其他的大哥 张瑞强就一直在守护着她 而且还和她聊了过去和未来 她觉得两个人有着不少的相似之处 在私下还加了小雨的微信 基本每一天都会聊到深夜 我给她划上几百万 最后落来我不配她 我抱一下你 她说我不配 你每天你都给她转多钱 给她打赏多少 最多的一天是好几万吧 少最少的一天是一千两千 这样每天五千一万这样算 就是有一个疑问吧 大哥打赏女主播三百万 见面求报被一顿痛打 女主播 赖哈玛想吃天乐肉 与张瑞强比较有钱 所以小雨最开始对她的态度是非常不错的 直到第一次张瑞强询问小雨 是不是要做自己的女朋友 小雨的态度才出现了一定的改变 当时的她并没有直接选择拒绝张瑞强 反而还模棱两可地告诉对方 自己现在不想要想这件事情 看到女主播的态度以后 张瑞强才觉得自己还是有机会的 这才在这之后一直给对方当网仪大哥 除了在网络上面给这个女人刷礼物以外 在私下她得知小雨还在外面租房子住 所以一致千金又给对方转了三万块钱 让她租一个好一点的别墅 就这样消费了两年多的时间 终于获得了见到女神的机会 可却没想到竟然以这样的结果作为结尾 张瑞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接受 而对面的小雨态度也非常坚决 那就是这些钱都是张瑞强自己赚给她的 她收下没有任何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张瑞强当年在给小雨赚这些钱的时候 有一部分是从网上支出的 这说明是她的主动打赏 张瑞强是个成年人 所以法院没有资格要求小雨将这一部分的钱财退给她 至于两个人私下的那些交往 如果有一部分算是谈恋爱给出的消费 或许张瑞强是可以拿回来的 但是与此同时 小雨又有态度坚定的明确表示 她和张瑞强从一开始就不是那种关系 这样一来 张瑞强这究竟是不属于为女主播诈骗的感情 就需要让法官去进行判断了 现在小雨坚决不愿意和张瑞强有所接触 甚至连一分钱都不愿意还给她 张瑞强也向记者明确表示 她一定会通过法律的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一定要让这个可恶的感情与骗子将自己的钱重新退回来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